我也是贊成一開始 當你到第二個病房 第三個病房有病人的時候 可以全願做一個抗體的篩檢 因為抗體會告訴你病毒的足跡 所以我本人也是比較贊成這個做法 不過這個可能當時有很多事情要忙 而且你還要調抗體的試劑 能不能調得到 這個有很多考慮 不過當時如果資源足夠能夠做這件事情 目前在疫情的判斷上可能會比較明確 本週看來疫情已經進入到第三波 而且已經進入了社區 那還出現了889 890 這兩個找不到感染源的一個病例 所以可見這個社區感染爆發的風險 其實是大大的提升的 不過基本上至少布桃的員工是可以做的 因為布桃員工人數總是固定的 比較好掌握 每個人在哪裡大概都知道 那布桃這段時間轉到外院的病人 基本上也是清楚的 這是比較可以做的 所以你應該第一階段先把可以掌握的人先做了 那如果都沒有抗體 你就比較放心了 你就不用做太多了 那如果真的有人有抗體 你再根據那個有抗體的人 在哪個病房再去追蹤看看 現在所有布桃員醫院裡面的人員 以及這個居家隔離的管制人員 均必須要在最短的時間內 執行核酸篩查 因為不管我們要執行移出移入 或者是分艙分流 或者要執行居家隔離 或者是一人一室的隔離 都必須要有核酸檢驗的結果來決定 那如果沒有這個結果的話 等於我們畢林已經在打仗 這個仗是永遠打不好的 此為中心現在 波洋從事著 對五千個人做了居家隔離的動作 那基本上這個政策 基本上做的我們認為是對的 那雖然他做的比較晚了 但是我們還是給他一些掌聲的 但是的話 我們對這個政策上 我們還是有幾點建議 第一個就是 五千人的居家隔離 其實不能只有隔離 還要給他做篩查的動作 你不能就把它隔在那邊 你耗費我們這個醫療能量幹什麼 你多篩幾次 如果能夠有發覺沒有問題的 你能趕緊釋放出去 就不要這座居家隔離的 這可以縮短居家隔離的時間 那不是很好嗎 另外就是說 我們對於社區來講 也要給他做更大的匡列跟篩查 這個才能夠確保 社區民眾的安全 因為篩查的話 是世界衛生組織認為的 灰道傳染病防禦工作裡面 最重要的一項 病人找出來以後 什麼事情都解決掉了 病人找出來以後 什麼事情都解決掉了 病人找出來的 病人找出來 可以用那個嗎